主料,莲藕200克,西兰花150克,辅量,食油,生抽,豆瓣酱两勺,四三分十五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莲藕,西兰花,洋葱,青红椒,生姜,大葱。 西兰花,莲藕分别洗净,切好备用,洋葱,大葱,生姜,青红椒分别洗净,切好备用,锅中水开,倒入莲藕片,炒至藕片成透明状,老起,用冷水机一下,沥干水分备用,开水中加入油,盐,倒入西兰花炒一下,老起,锅中油热,爆香生姜丝,倒入洋葱,大葱,炒出香味, 加入皮线豆瓣酱,炒出红油,倒入莲藕片,炒匀,倒入西兰花,炒匀,淋入生抽,炒匀,加入资兰粉,炒匀,加入青红椒,炒匀,炒好的莲藕片转入小锅仔,撒上白芝麻,带酒精炉上桌,烹饪技巧,一,莲藕超市透明口感比较脆嫩,二,西兰花桌水加入油盐, 可以保持起脆绿色,三,喜欢吃肉,可以加点五花肉,油脂多些氛围不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